上班时间 谁让你在那边吃东西的 经理 我这都值了24小时的班了 你看 这也没有人来换我 我的肚子都饿扁了 所以我就 就什么叫 公司为了节省开支 只要一个保安 你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不混蛋 这一次就算了 下次再让我们发现 喂 妈 什么 你又生病了 喂 喂 喂 这怎么又没信号了 这真是 急死我了 老板 文件好了 来请你看一下 对了 公司保安部 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安在杠杆 老板 公司本来有六个保安 可是新来的经理说 为了节省开支 其他五个都开了 现在就小王一个人值班 124小时 很辛苦的 什么 这人还有这样的事 这样吧 你就把那小王 还是新的经理 交到办公室来 好的 老板 他来了 来了 他请坐 来坐 老板 你找我什么事啊 小王啊 最近保安部 就你们对人上班 辛苦了 来 这里呢 有三万块钱 你拿着 这当是给你的奖金 老板 我不辛苦的 这么多 不合适吧 给你 你就拿着吧 好吧 谢谢老板 小王 我知道 你家是山区的 平时打电话 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 这个呢 是我自己在用的随身WiFi 给你拿了一个 拿 老板 你找我呀 老王 我问你 保安部原本不是有六个人吗 为什么现在 只有小王一个人在上班 老板 我这是为了咱们公司好 你看那几个农村来的 又老又丑 我看一下 这个小王 年轻又漂亮 这不是为了公司形象着想吗 谁给你的权利 擅自做主 把他们给开了的 还有 你别一口一个伦村一个伦村的 网上数三代 谁看不是伦村的 我也是从伦村出来的 是不是就把我给去了 老板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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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在这公司里面 就恋你不敢的事情 我献你三天时间之内 把你开出的那些人 全部都请回来 不然 走的就是你 我这就请 我这就请 马上就去 老板 你为了我这一个小小的保安 跟经理吵架 值吗 值得的 公司能有今天 离不开你们每一位员工的付出 好了 你去忙吧 谢谢你老板 做你的员工 真的是我的荣幸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现在去站岗了 小云 你刚刚把什么东西揪下去了 还能有什么 你妈的破碗 破筷子 破衣服 小云 你什么意思 什么我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咱们一家人出来玩 我就要开开心心的 你非要带着他 带着他就算了 非要拿什么破衣服 破碗 破筷子 怎么着啊 外边是没有他吃的 还是没有他穿的呀 小云 你别太过分了 我妈之所以把那些碗筷 还有衣服带出来 是因为那个年代 穷怕了 已经习惯了 我们做儿女 这不能理解理解他吗 你看看 你刚才做了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了 但凡我对他好一点呀 他不能上天 小云 当初 你刚嫁到我家 我妈身体还好的时候 他对你还不错吧 现在我妈生病了 你就这样对他 当初他对我好 那是应该的 你看看他现在 病痒痒的样子 我看着都心烦 小浩 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 我今天出来玩呀 我真要开开心心的 你必须把灯狗送回家 那我要是不送呢 你要是不送 那咱俩就别挂了呗 好 送死了 下车 你给我下来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 我爸走得早 是我妈 还心如骨的 一把死 一把尿的把我养大 害他 闹了一身的毛病 脑子也不好 现在 趁他能走动走动 我带他出来转转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别别看身上那股味 谁弄出个了呀 我告诉你 那是我母亲的味道 母爱的味道 而你身上的味道 是没有内心的味道 更难闻 你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好 你今天 不要带他去 是不是 是 好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有多少人 支持你这个大教子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家人们 百善 笑为先 我相信大家 都是善良的人 会支持我的 对吗 妈 你个小妹带多少 三百 这三百哪能够啊 小妹 这好不容易考到大学 穷家富戮的 我把我车卖了 卖了两万 都给小妹带上吧 小妹 虽然是捡来的 但是 甚是亲妹妹 儿子 你看 咱们这个房子也抵押了 你最后一辆车也卖了 我们以后怎么生活呀 妈 没事的 这钱 都是人挣的 这房子 车子没了 可以再买呀 再苦 咱们也不能苦了小妹呀 等小妹走了之后 我带你去瞎下去 以后啊 我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现在请啊 这个小妹拿着 你小妹她 从来没有出过远门 她这一气 已经是三年 她在外边怎么生活呀 我实在放心不下呀 妈 你快别哭了 这个小妹看到 她又要担心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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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明天的美好 我们全力开了下 找一生老爸爸 再还一生老妈妈 儿子他想挺好的 儿老不要再牵挂 只要你们一切 靠快乐 脸上笑容飘洒 孩儿就算 约爱在千里 谁哭在那 不算伤 妈 哥 孩子 阿姨 阿姨 你是在叫我吗 阿姨 你们借我十块钱吗 借你十块钱 借你十块钱干什么 我和妹妹两天没吃饭了 两天没吃饭了 嗯 你们是不是在这待了好几天的 那两个小孩子 嗯 两天都没吃饭了 那你们这两天怎么过来的呀 那个 那个那个管 那个管子里面那个老板 昨天给了一个馒头 可不是现在天黑了 我这十块钱 我看看 十块钱没有 我这又一百块钱 给你们去买点吃的去吧 阿姨 这个太多了 不能要 我这没零钱 拿着吧 拿着给你妹妹买点好吃 你看你妹妹这么瘦 给她买点好吃的 补补身体 谢谢阿姨 不客气 那你们先待着 我就走了 阿姨 能再麻烦你一下吗 什么事啊 请问这里是白岸头村吗 这是白岸头 白岸头村 这就表示A区 那个九洞 A区九洞 我想去那个A区八洞 你去A区八洞 但是我进不去 刚刚我看你从哪里出来 你能带我们进去吗 我去找我爸爸 你找你爸爸 嗯 我在这边住了八年了 这边差不多物业的呀 哪都我都认识 那你找你爸爸 你爸爸叫什么呀 我爸爸叫张大勇 张大勇 嗯 张大勇 我老公也叫张大勇 你爸 他老家是哪的呀 他是广东的阿姨 广东的 嗯 不会吧 我老公我们俩家 结婚八年了 没有孩子 他是潮善的 潮善的 是啊 就是 他没有孩子呀 怎么突然冒出 这么大的个孩子来呀 你你你找他干什么呀 我想找他借的钱 借的生活费 借钱 嗯 你这么多年不见的 他他也不给你钱吗 他每个月就给三十块钱 就三十块钱 这这你这个当爹的 三十块钱 连包烟都买不了 那你妈呢 我妈跑去改嫁了 改嫁了 哎呀 这个孩子可怜的 那你说你爸 你妈怎么当的 你说爸 你们生下来 也不管你们 那你们这么这么长时间 给哪住啊 在老家那个破坊里面 哎呀 你说你爸怎么 你说的是一个人吗 我我我看看 我怎么怎么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他有一个儿子 你知道了吗 我你看看 你看这个头像 这是我老公 就是他 我在墙上还挂着他 他那个全家福呢 这就是他 这个这你看 眉心上有一个质 哎呀 而且他这里 还有个胎记 那说的没错了 是一个人 你等一下 我给你打个电话 嗯 喂 老公 那个 你有什么事 瞒着我吗 没有 哦 你买了套别墅 你说你打算 今天告诉我呢 哎呀 我说的不是这个事 我现在呀 从那门口 有一个 有个男孩 一个女孩 说是你闺女 喝着喝着喝着儿子 那个 你叫什么 小说 叫小爽 你呢 我叫小颖 小颖 一个叫小爽 一个叫小颖 是不是你 是不是一对儿女 啊 说不让他找来 他现在找来了呀 你这怎么你瞒着我呀 哎 你真是 回来再说 回来看怎么收拾你 那 那你现在 你那你现在就是 就就就在这待了 这么长时间 这一段时间 就是一直在找你爸爸 嗯 给他打电话呀 一我们没有手机 二他那个号码 换了好多次了 哦是 他经常换电话号码 那那你妹妹 这么小就跟着你 这么这么多天 他从小一直跟着我的 他一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分开了 哎 那那你找你爸爸 干什么呀 借点生活费 借点生活费 嗯 那生活费 那那差多少啊 那差900块钱 九百块钱 九百块钱 就把你们难成这个样了 哎呀 真是的 这孩子俩孩子太可怜了 那你们 为什么生活费 那你们怎么也不上学去啊 今天 报名最后一千了 今天就是报名的 你放假了 那你 那那这个钱我也不想借 我心里边接受不了 有点 你知道老板 那个 你想上学吗 我想上学是吧 嗯 你看 你说我不接受 也得接受 这样吧 我这你看这是刚才说办事 这不是就这点钱 你拿着 给你妹妹俩人上学用啊 你看 你家里边 你也没有房子 也不知道跟谁住 你这样吧 反正我也知道有你俩了 我能接受你爸 我也能接受你们 你跟我回家 你看看这衣服 怎么当成这个样了 你看看这衣服 你知道 如果是妹妹 给我去捡瓶子的时候 搞脏的 你看还带着妹妹捡瓶子 都没人管你们 一这样 阿姨在这个八顿 你跟着我回家 把你们的衣服都洗一下 做点好吃的 给你们买个衣服 你们要是不嫌弃阿姨呢 那就跟着我一块住 行吗 走